阿里山 大家知道是一個觀光景點 也是少數民族州族的一個傳統領域 阿里山大家知道是一個觀光景點 生長、生產、生活的地方 巴巴水在以後 大量的土石把那個河床墊高了將近20公尺 幾乎跟那個部落坪 所以一旦好雨或者颱風 它必須整個部落坪都得測 才有這個計劃把它重新遷移重建 這個房子它可以體現他們的傳統 居住的文化 另外就是它在發展 它的以後的觀光旅遊方有更大的彈性 山區比較潮濕 我們把建築物架高起來以後 相對通風比較好 下面整理出來 它就可以當作出張室了 甚至於當停車場 甚至於當房間都有可能 那我們上面的閣樓呢 尖屋頂呢 它上面再加上樓板 它就可以多一層 這個山區尤其特別 因為它的交通狀況不好 所以進出度非常小 運進來的東西必須是很輕量 所以我們採用的是一種青鋼的系統 取代了傳統的木結構 那裡邊在灌漿的時候 結構就很強 動用的水泥鋼 鋼接是非常非常少的 它全部是鍍芯的 鍍芯的材料呢 你只要焊了有破口的話 它就容易修 現場都沒有做任何焊接 也就是它沒有任何的焊點 這樣的話它的防鏽的功能可以做到非常好 只是說我們把那個節點呢 簡化變成螺酸 過去是筍毛結構 現在是用螺酸 它的牆底是石膏板啊 木板啊 這些青紙的構造 其他的部分都是乾紙的 它的防水啊 防潮啊 都可以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這也可以因應這邊的氣候 怎麼整套的做法 這個原則就是低劑的策略 也就是它的技術門檻變低了 所以它們都可以參與勞動 參與自己重建自己家園 這也提供它一個就業的機會 你只要讓它參與其實 每一家都是故事 都有講不完的故事 它也可以跟你講講不完的故事 這房子是它蓋的 像我們在有一個部落裡頭 帶一個原住民 他本身是有點殘缺的 他在部落裡頭是覺得 自己是一個好像是次等人 我們帶他 他自己把房子蓋起來以後 那完全改變了 所有人生觀的感覺 走路都是不一樣 我們只是說有限的事情 它的力量爆發的時候 所有的價值就在那邊 也是讓我們覺得說 做這事情非常有成就感的 能夠持續做下去的動力 建築師應該弱化它的角色 讓居民能夠積極參與 成為這個建設項目的主角 你會不會對待